各位大家好,我是王狗 王狗投降車系列呢 我們陸陸續進來三集 畢業照後面的不知名的腳印 不知名的駝背影走過去 甚至是到後來高升 香菸自己燃燒的 等等奇怪的現象 都是網友們自己真實發生的經歷 提供給我,讓我來開箱 我們來看看 這次網友們到底提供給我們什麼樣的 靈異照片跟靈異 甚至是特殊的經歷吧 房間無法解釋的畫面 不好意思打擾 我想跟你分享近期在我房間 錄到兩次奇怪的光影 每個東西憑空消失 又出現另一個擺絲部的情景 此時我不在家 今天呈現如風狀態 移層不然而無從 而且假如是蟲子 看後面體徑類也不小 基本上接近超大招人的等級 就算進來也是自己跑不進房間 而且後續19號 半夜2點53分 也有短短的一秒一閃而過 這次我減換8倍的速度 結果發現真的不是蟲子 因為我在家到處打掃也會沒有 變得像這個 沒有飛過去耶 可是你們可以看到奇怪的點是 它飛出來的那個瞬間是從 牆壁裡面穿出來的嗎 真的不得而知是什麼東西 可是要說到這後續有好多的人說 高盛可以再出來解答 那後續我再問他 他也答應我 但是我們下次再跟他約個時間 給他解答看看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第二 嗨好我你好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華人 三分鐘是我們學會主辦一個生活激令儀 那天正好農曆7月14 我們40位同學以及老師之中 確實有人遇到了不少靈異事件 包括我 底下這張照片 是當時大家正在進行活動 40位學生都在這個屋簷下 我以為一直根本沒有任何的人 重點是在過濾照片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這一張 似乎有人想要來跟我們一起進行 這一張 可以看到 真的是有一點像 側身的人走過去 感覺有穿衣服穿褲子 白白的這樣子走過去 我在之前那個晴天 剛剛不是裡面的小時候那一個 也有拍到一個像這樣的東西 在我的鏡子的右後方 當下我也是蠻莫名其妙的 那我們接著看下一個 網友你好 這是我7月份的時候 出去玩遇到的事 在7月多的時候 我們一群高中生 居然想給我敲 回來就在高雄入住 回來之後 非常有感覺 時不時 為什麼都會聽到敲門聲 在門也都沒有人 還失去的蠻久 真的還蠻酷的耶 我們再開始 我覺得這個真的還蠻酷的 門打開瞬間 突然有一個 引飄過去 下一個是真實拍樂鬼 網友我是你馬來西亞的粉絲 我發給你一段錄影 真實發展在我店裡面 請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跟我男朋友的親身經歷 前年聖誕節我跟男友 開開心心的 誰要去新北約旦城 我跟男朋友的親身經歷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間 精品旅館 到了當天 進房間覺得 空調燃亮 可是我男朋友就一直覺得 不太舒服 所以我們就在旅館休息了一下 準備前往 新北約旦城 放完後 我們就回到飯店 準備洗澡 我躺在床上看電視的時候 男朋友剛好泡完澡 在禁止前 吹油發霜之間 這時候 他身後的暗摩浴缸 突然自己啟動 當下 我只是覺得 可能是水晶的按鈕 所以有點故障 再關起來就好啦 我對著驚嚇的男友這樣說到 但是男友怎麼關都關不起來 幾分鐘之後 那我一講 就自己停了下來 沒事啦 不要想太多啦 我這樣子 便安慰男友 便躺在床上 跟他一起準備睡覺 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聽到一聲 非常大的一聲 從門的那個方向傳來 起初 我們不以為意 就繼續睡覺 但是 睡啊睡 也有一個 很大的聲響 於是我就被吵醒了 轉頭看看我的男友 結果看到他的姿勢是這樣 左手撐著頭 右手平放在身體的右邊 眼睛一直瞪著我 可能是因為被吵醒 有點生氣嘛 就這樣到早上 我們要退房 不然也會太重 上升的時候 我問男朋友 為什麼昨天晚上都不睡覺啊 沒有啊 我昨天整晚都睡得很熟啊 男朋友非常自然的這樣子回答我 曾經大調的我 這次開始覺得奇怪 欸 如果昨天我是躺在男朋友的左手上睡著的 很撐頭的那隻手 到底又是什麼手 還是我躺的那隻手 不是他的手呢 想到這裡 我不禁開始打了熱戰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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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 車子煞不住啊 我們的煞車突然失靈 男朋友只好緊急的拉起手煞車 車子才慢慢的往路邊靠 這時候我們兩個人就覺得 事情好像真的不太對勁 不過當下我們也沒有打算怎麼處理 就各自的回家了 到家沒多久之後 就馬上接到了男友的電話 但電話中的他卻一直在哭 我一開始以為 是不是路上發生了什麼意外或是狀況 又或者是他在跟我開玩笑 所以我就問他 你 你 哼 你到底在哭什麼 可是男友仍舊哭泣在回答我 我不知道 我就突然很想哭 我覺得自己好無辜 好可憐 我一次聽了一下 我突然覺得 這個好像不是我男友 所以我就只是附和著說道 沒事啦 不然就沒事了啦 隔天當然等男朋友一睡醒 跟他一起去廟裡找師父收盡 結果那位師父說 男朋友那個女鬼很跟人 後來我也查了一下 我們坐的那間旅館才知道 原來在裡面 有發生一起 女生被長間殺掉 你去看 聽完這故事 我真的覺得 我感覺好接近喔 我之前 又去做一集猛鬼飯店 發生了一些一些的狀況 我懂你的感覺 我把你們兩個都拿來這裡 或許比較有機率 這裡傳出來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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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大燈在哪裡 下一個是 戲子流XX廢墟聯繫照片 我們是一群喜歡到處尋找知名鬧鬼聯繫的朋友 這一天去了戲子的廢墟 只要到的地點 都會拍照留念 這照片是6月12的2點59拍的 前幾天犯照片時 可以從裡面看到 在場 除了我們四個 右邊男生的後方 就多了 一個人 如果你把這個照片 放圓看 你會覺得真的還蠻像一個 在後面的女生 我們跟牛仔琴 到時候高生幫我們解析了 最後一個是 靈異直播的投稿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影片 某個直播主去廢棄的處是直播 然後遇到了很恐怖的景象 聽說這個廢棄的裡面 只有一個女生被刑牽之後 自查身亡 正確的事實不是很清楚 可以請高生幫我們看看 今天聽到我媽媽 跟她伺服 跟她平常的 給我那種的主 算是主管局的 教育吧 啊 想不去吃安眠藥和自殺 都用現在十五斤 十五斤在後的聲音 都沒人敢來 風九雅 怎麼風九雅 不敢說我嗎 哈哈哈哈 啊 哇 先進來 進來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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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 不要洗喔 進去 進去 因為這些比較花、山褲 不好意思,那種的腦子就沒有比較多包含一下 聽說死在這條地 好,進來囉 不好意思,來教你學一下 我看他有那種美麗 他走出來 哎唷 二郎 快點,結束了 那種仙女可以搭充 你要快事搭充 我要去搭充 我去搭充 我可能進來吧 不可能吧 你不要脫了喔 你乖乖喔 你乖乖站好喔 別脫了 你乖乖啊 乖乖別脫了 我好著一個 我待會兒要找好了 我應該沒有看到他吧 往下落 風格 退後 老命 和他講藥 你說話 這個影片或許我們有機會可以拿給高升 希望幫我們看看自己會動作 是什麼東西在造成的 謝謝各位投稿的網友 我們也還有繼續在徵求投稿 可以發動到影響簡介人的E-mail YouTube上不要提 我陸續幫你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 這世界上到底現在網友們 真實還有哪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情緒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牌按喜歡 謝謝大家是網購 我們下次見 Bye